针对网上这些黑粉抹黑我的人 就是但凡你看过我的视频 都不用多 你看我自顶的三个视频就行 有的时候自顶俩 有的时候自顶三个 你看过我视频 你就不会认为我是什么又未流量 又什么极端啥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 听听说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既定事实 我夸比亚迪好是因为这真好 销量在那摆着 车产品里在那摆着 我夸所有的国产燃油车和新能源车 我还是夸所有的中国制造 华为等大江无人机 宁德时代什么什么 好的我都夸 我问你有错吗 为什么我会招来那些黑粉 原因就是他们是汉奸卖国贼 宠阳妹外的贵田狗 黑谁也不可能黑我 为什么要黑我 我有的作品里边 根本就没提中国制造 是我的日常的一些那个拍的视频 都能黑我 而且他们话数都差不多一致 你看过我视频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说一点 我4600多个视频 全是正能量 宣传国产 中国制造 全是爱国视频 你有什么可黑我的 还按说我极端 我哪句话极端 请你指出来 哪句话极端 没有 在我直播间也是 嘎嘎嘎 搁底下抠着的黑我 我说那你上麦说呗 咱们探讨一下的 不上麦 为啥不上麦 鬼鬼祟祟 见不得人 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听懂了吗 或者是根本就不是正言 就是一个号 懂了吧 所以说黑我的人 坚决 绝对 80% 不一定是中国人 剩下的20% 就算是中国人 也不是个合格的 怎么可能黑我呢 对不对 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的 不相信你们现在就试一试啊 无论在各个媒体平台的 只要稍微你有点粉丝 只要你夸中国好的东西 一定有人黑你 支持咱们的还是大多数 但是一定有人黑咱们 这是说明什么 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在舆论战上 汉奸卖国贼 已经多如牛毛 已经乱套了 他们对中国的崛起 没有任何办法 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无论在军事 科技 经济等等 所有方面 他们都没有任何办法了 所以才出此下山烂的手段 当竞争对手 靠抹黑和诋毁你 来这个攻击你的时候 说明他们在正常的战场啊 包括中国制造 这些产品立场 所有的一切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方法 实在没办法了 才用抹黑你的手段 听明白了吗 所以说啊 就气死他们 我就喜欢他们 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还有像我这种人 何止千千万 你们很有什么意义啊 谁不知道你说那个话是假的 谁不知道你颠倒黑白 从阳没外啊 所以说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们连那个上台面都上不了 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装什么装啊 你们赶紧去死吧 那你赶紧去死吧 你怎么看得出来 还是要看得上到